我冠这盘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赞述的频道 这是2023年暑假旅行的第一天 真的好久不见了 转眼又到了暑假 2021年暑假 带小朋友们自驾游玩了新疆 2022年暑假 窝在家里本丝未动 如今2023年暑假 小朋友们说 咱们又该出去玩一玩了 一直以来 每天晚上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都要求我给他讲故事 说来也巧 今年刚放暑假没几天 厚厚的一本《狼图腾》正好讲完了 本来今年暑假也没有提早计划去哪玩 那《狼图腾》讲完了 我提议不如 去《狼图腾》中所提到的俄伦草原转转吧 虽然现在的俄伦草原已远远不及当年的样貌 据说在西林郭勒北面 东乌珠木沁旗与霍林郭勒之间就是《狼图腾》电影的拍摄地 东乌珠木沁旗的西北中蒙边境还有一处 朱恩赶打不齐口岸 只不过这个口岸还没有开放旅游 不对外来的游客开放 按照这个计划 从石家庄出发 经过北京到牧田玉城城 然后前往西林郭勒到东乌珠木沁 接下来去《狼图腾》打赶不齐口岸看一看 然后再去《狼图腾》拍摄地玩一玩 随后前往霍林郭勒 记得上次到霍林郭勒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7月底8月初那里已经非常的凉快 接下来从霍林郭勒经过赤峰或者锦州返回到秦皇岛 在秦皇岛再玩几天最后返回石家庄 这一圈下来估计也得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很有可能这样一条路线上游客并不会很多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由于种种原因 内蒙古草原去不了了 所以只能先去秦皇岛玩两天 然后再继续接下来的新行程 石家庄之前的老G4现在正在拓宽修路 想要走高速只能走东二环上新城大道 从正定霍安东路上去 大约上午10点50我们到达了石家庄北收费站 接下来就可以痛快的巡航了 由于这次突然改变的行程出行不只是秦皇岛 我们所带的东西又零散又复杂 同时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所以昨天晚上小朋友们睡着之后 我一直在收拾整理东西 比之前去新疆麻烦多了 大约半夜两点多 突然感觉楼在晃 书架也在嘎吱嘎吱的响 小朋友们都被从睡梦中晃醒了 原来是山东5.5级的地震 这下可好了 明天一早要赶路 这大半夜的都睡不着了 所以今天一上车 小朋友们瞬间都呼呼大睡 大约上午11点半 在旺都服务区上个厕所 继续赶路 从石牙庄到秦桑岛现在高速也很方便 自从G95通车之后 就不用走拥堵的北京六环了 正好到大厂是在中午做药 所以我提议也可以去大厂的夏殿镇 吃一顿正宗的京东肉饼 吃完午饭转一转 再赶往秦桑岛也不迟 一路上车不算少 跑起来基本算是顺畅 大约中午1点半 我们到达G95香河西收费站 然后按照导航的指引 下午2点左右到达京东肉饼店 要说这京东肉饼 还就得在北京东边吃才算是正宗吧 牛肉的100一斤 羊肉的80一斤 又要了一个砂锅堵丝 据说这是吃京东肉饼的标配 总共花费249 小朋友们都吃得饱饱的 吃完饭时间还早 正好去燕江都环路边的勇望转一转 大约下午4点10分 我们离开燕江 奔往秦桑岛 4点半左右到达G95香河西收费站 5分钟后转入G1京哈高速 接下来又可以一路巡航了 小朋友们吃饱喝足玩够了之后 一上车又开始睡觉 大约下午6点左右到达千安服务区 下车休息一会儿 虽然太阳还没有落山 但感觉这比石杰庄凉快多了 大约晚上7点左右 终于到达秦桑岛北收费站 秦桑岛是个神奇的地方 刚出收费站就是安检 跟在新疆一样 还要检查后备枪呢 其实我们晚饭要去的海鲜饭店 顺着海洋路一直走下去就能到 但走海洋路是最堵的 尤其是周末半晚的海洋路高速出口 据说有经验的岛人都不会这么走的 原来是周末半晚的海洋路高速出口 旁边的海洋路高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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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导航提示 终于在晚上七点半 到达海鲜饭店 只是跑了一大圈 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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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